那可不可以这样问袁先生 也就是陈云林的这个位置 国台办主任的这个位置 他其实只能拿到剧本 照剧本演出而已 可不可以这样讲 对 他没有办法参与剧本的制定 对不对 是这样的 对台的这个决策权 最高决策权 向来是由中共的最具实力的人物来掌握 为什么用最具实力 不用最高营造人掌握呢 比如说邓小平时期 他名义上不是最高领导人 但他是掌握这个对台工作是权的 他当时定的政策是什么 50年不必 No 两手都要硬 他对台也是两手 什么两手呢 就是武力军事斗争准备和这个统一战线 两手都要硬 哪一手能能这个纵少 就是用哪一手 你们去查一下 我现在记不太清了 就是80年代初期 中国共产党有个公开的文件 是邓小平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上还是什么时候做的这么一个报告 里面说十年之内必须解决台湾问题 我也有印象 这句话我也有印象 最高解决台湾的最高决策权呢是由江泽民掌握 江泽民我刚才讲了就是以军事斗争为主 以这个统一战线为辅 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拖延 他的交班时间 这个爱 但是后来他没有敢做嘛 对 因为他在那个老干部里啊 这个人很不得人心 就是老军头里 然后到了这个胡锦道 他为什么很不得人心 因为江泽民推荐江泽民上去的人是谁 是这个李先念 而且他是趁着这个八九六四啊 这个踏着这个血上去 那些那些老干部 就是学生的血啊 那个很多这个老干部呢 都受过胡耀邦的恩惠 为什么呢 就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 没人给他们平反的 那是胡耀邦到处奔走呼嚎 给这些人平反的 所以他们觉得这个江泽民这家伙太坏了 因为八九六四的起因是胡耀邦的死 胡耀邦的去世 所以他也不得人心 在老干部里也不得人心 那么现在到了胡锦涛 他为了把这个解放 就是统一台湾这个公寻的 拿到自己手里 要军事打仗了 有他什么事啊 所以军权他是掌握没有的 不 他就是掌握了军权 他一旦决定 比如说作战 由谁来负责指挥啊 他显然不能指挥 有一整套的 那现代战争 那这一整套的军事 那军方的地位一下就穿上了 而军方里有很多都是太子党的成员 而他的团派 胡锦涛的团派呢 那这个政治是 如果这么一搞的话 他的团派势力就 马上这个平衡 那外面有一个传说说 江泽民还掌握了中国的这个军方的势力 实力 对 现在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里的几个副主席 全部是江泽民的人 军委委员里也有三分之二是江泽民的人 就是目前为止 所以胡锦涛动不了 不是 他也不想动什么 他现在是 你看这个中国 这个党内斗争 你要发现要有个特征 毛泽东 邓小平他们那一代 一旦打起来 就是内部打起来 宫廷这个斗争的范围 限制不了的 总是要社会化的 你看毛泽东 一斗争起来 最后最典型的就是 这个 文化大革命 最典型的 这个邓小平和赵紫阳来斗争 斗争最后什么 搞了个六四世界 他不能在宫廷范围之内 但是像这个胡锦涛和江泽民这种 就是靠着刘徐拍马 这种小耗子 就是鼠辈啊 如果说以前的那共产党 毛泽东他们那一批 那是萧雄啊 他一打起来 那老虎打架 那是比较这个 这个惊心动靠 狐狐生风 那个耗子打架 就在那吃 所以他显得就比较 那什么 但是你们要注意的一点是 就是新的这一代领导人 即将接班这一代人 谁 谁 谁 比如说习近平 李克强 李克强 薄熙来 王岐山等等 这一批 为什么跟胡锦涛 他们完全不一样呢 因为这批人是在文化大革命这个动乱中 生长起来的 脑子里根本就没有这个胡锦涛和江泽民 他脑子里那套什么 党的纪律亚啊 什么组织原则啊 完全没有这套 他们这斗是什么斗 是一帮这个流氓无产者 就他那个 因为文化大革命中 他们虽然都是太子党 或者是有的不是太子党 但是这个处境也很不好 所以当时有的是坐过牢 有的是到处流浪 薄熙来还斗过自己的爸爸 那当然 薄熙来还住过很多年老呢 你看这个前一段时间 重庆的所谓武警 打黑 打黑 对 完全是运用这个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搞 就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套 来惩治所谓的黑帮 实际上惩治黑帮 惩治他的权力斗争的对手嘛 跟汪洋在争那个 2018年这个常委嘛 他就可以这样任意互搞 你想这些人一旦掌权以后 也是社会化 人家打黑帮 一定是社会化 袁教授人家打黑帮 你怎么说胡搞 比如说在一个法 在美国吧 我们要倾诉这个官员的这个贪腐 怎么办呢 用法律 用法律嘛 对 依法行事嘛 他这是什么 两个月之内 搞了一千多个专案 两个月之内抓了五千八百多人 这什么这叫 这叫走路黑帮吗 这叫效率 这叫效率 法律如果那样搞 这个世界上还有法律吗 现在法律的基本原则就是 一定要限制公权力的滥用 宁肯放纵的罪犯 也要限制公权力的滥用 为什么 因为公权力一旦乱用起来 他比那个个别的犯罪 对社会的危害性不知道要打多少 你看像这次这个五千八百多人 肯定有大量的冤家穿在里面 就被冤状了就对了 就是了 好好来我们先休息一下进广告 我们这里不太认识国际 好其实也已经践行到第四段了 那你们也就不要走了 已经过一半了 我心中只有主持人 原先我请教你一下 就是那到底国台办 国务院国台办 到底等同于多大 国台办 有比部务大吗 没有 它应该是个腹部级的单位 才腹部级 就是比诸上的屎 还多的那个 它狮子狮子 不要这样讲啦 屎比狮子少一点 三毛啦 三毛 狮子 这么小啊 对对对 陈云林还身兼全国政协港澳台桥委员会主任 对对对 这个职位现在是个正部级的职位 部长级的职位 所以这个位子还比国台办大 但是这些东西呢 原来都是属于这个冷衙门 就是这个2008年6月开始 胡锦涛决定 用统战 用统战为主 在2012年之前解决台湾问题 他一下子红钱 那中国正部级有多少个单位 这个多少单位这我很难说了 这也没统计过 但是正部级的干部啊 有几十万人吧 包括退休的离休的 为什么说北京的副部级以下的干部 比猪身上的狮子还多呢 你像现在光在离休的这些正部级以上的干部有多少 你在北京不是有一个笑话吗 有一个省里去的副省长在一个饭馆里吃饭 跟一个老头这个争吵 那个老头穿得很烂啊 结果曹起来被老头抵了一个耳光子 这个副省长哪受过这个气啊 上去不老头打倒 最后发现是一个开国的上将 这名字就不说了 这下的那马上跪在地下这个昏迟哭嗦 最后怎么结束的 反正最后官还当了 可能是这个家伙当 就是求饶求得比较彻底 被原谅了 开国的元老上将 那他的位阶是 那就那没有那不是位阶的问题 那是太那是就在中共这个体系里 现在啊那是很大的 开国元老的上将 我就告诉你吧 王震原来是开国上将嘛 嗯嗯 他在当国家副主席的时候 他一度啊当过国家副主席 他可以拿这个拐棍打这个赵紫阳 嗯嗯 赵紫阳不是那时候搞什么 呃搞一个支持何桑嘛 就是又是一个电视片 嗯啊这王震 这老将军的 讨厌这个何桑这个电视片 嗯就拿这个 他的拐子 拿拐杖去打这个党的总书记 嗯 你说他官有多大 嗯 那总书记看了 只好躲着这 嗯 哈哈哈哈